毒鬼色鬼大烟鬼 这三种人呢 是最不要脸了 都是属狗的 狗改不了吃屎 这西门庆就是这种人 被应伯爵谢西大这一忽悠啊 又跑到高兰院里头来了 跟这李贵姐爷李贵青啊 又是狗扯羊皮 李妈妈多会来事啊 马上就酒宴摆下了 西门庆居中而坐 李贵青李贵姐呢 左右相陪 一个劲的给灌酒啊 西门庆买了八滋的 喝了一个蒙灯转相 旁边的应伯爵 一个劲的邀功啊 哎呀 我说贵姐 这回你可得感谢我呀 要不是我跑断了腿 磨破了嘴 说得大官人灰心转意 那这破镜重圆 还就成功不了了 你说说 你是怎么报答我 这李贵姐心说啊 我怎么报答你啊 我就应该大嘴巴 给你抽出去 你说求你们哥俩办点事 你们呢 一个劲的勒大脖子敲竹杠 光银子就要走了七八两 事到今日你还找后仗呢 所以这李贵姐冲着他一撅嘴 一瞪眼睛 就拿着卫生的眼球啊 白愣了他一下 哎呀 这硬伯爵可不乐意了 哎呦 看起来你这小妮子呀 就是念完了经就打和尚 吃饱了你就骂厨子 你不报答我呀 那就不行 李贵姐更不高兴了 呀 你说不行 你还想怎么地呀 啊 怎么地呀 哎 我就啊 这么地 这小子多不要脸 忘过一凑合啊 曾 把李贵姐这脖子可就给搂住了 扭过这脑袋来啊 呸呸呸 亲了三个嘴 哎 哎 甜 甜 这李贵姐错不及防啊 让他占了便宜了 旁边谢西大一看 嘿嘿 这便宜 我也得占呢 哎 过来 我也要亲嘴 大嘴巴又递过去了 可是这回李贵姐呀 早就有了准备了 把胳膊可就轮圆了 啊 一个嘴巴 把歇息大 脖子都抽歪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 真舒服 真舒服啊 打是亲 骂是爱 最好 不过架脚踹 我说 贵姐啊 你再受受累 再踹我两脚吧 就这帮小子 就是这么贱劈子 咱们书说简短 西门庆在这儿啊 连吃带喝 折腾了整整的一天 眼看着红轮溪坠 玉兔东升 这天都晚了 西门庆 晃晃脑袋 哎呀呀呀呀呀 突然想起一事了 这家里头还有一大摊呢 今天是梦玉楼过生日啊 哎呀 我可不能忘了 要不然呢 吴月娘又得发火啊 我还真就找不着理由了 回家 回家回家 众人玩命的就拖他 这西门庆游的怀里头掏出来 五十两银子 往桌上这么一摆 哎哎 这个是两个月的包月钱 哎 剩下都是小费啊 啊 先收着哎 我是非回家不可了 只要是钱留下 哎 这人留不留啊 没什么关系 所以李家也就不拖他了 这西门庆骑上高头大马 带着小厮就回转家宅 等到家里头一看呢 正热闹着 闹了半天他走了 人家这生日不能不过呀 吴月娘真贤惠 就给张罗着 就给张罗着 孟玉楼也是大牌酒宴 庆贺生辰 等西门庆黑灯瞎火的一回来 人家这酒席宴呢 都快散了 哎呀 你看耽误事 哎 我出去我六个弯 我就就就就耽误到现在 吴月娘早就猜明白了 观人 你到哪儿溜弯去 是不是又到在沟兰院呢 哎 不不不不不 哎 月娘啊 我今天跟你发个誓 如果说我是跑到沟兰院里头会想娘们儿去了 就让这天上啊 呱唧 掉下来一只大驱 就比那大杆面杖还粗还长的那大驱 呱唧呱唧就咬啊 就把那大块的帆布咬出一万多个大窟窿来 哎 你看我发这毒誓 哎哎 哎 怎么样 吴月娘气的呀 心说啊 那大驱把帆布咬出窟窿来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呀 天底下发这种事的人呢 也就是西门庆一个了 可是大喜的日子也不能够多跟他计较啊 这才纷纷的敬酒 西门庆又说了几句客气话 哎 天色太晚了 啊 散席散席 说一声散席 众多的婆子丫鬟过来就收拾这晚餐家伙 忽然之间这西门庆最眼当中 看着一人 哎呀 这位长得怎么这么性感 这么撩人啊 这是谁呀 这是 小巧玲珑 一个小娘们 两道弯眉 一双笑眼 比如玄膽 口似桃花 元宝的耳朵 尤其是下边这三寸金莲呢 就比潘金莲那小脚还小着一号呢 哎呀呀 西门庆心说这个 这是我们家新来的仆人 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呢 哎呀 不行 不行啊 我一定得整清楚了 哎 这小媳妇 她是个谁 当天晚上迷迷糊糊 就不能调查了 哎 转过天来 她把吴月娘手下两个丫鬟 一个叫做玉霄 一个叫做小玉 给叫到了无人之处 书中代言 这个西门庆啊 特别特的会拉拢人 为了掌控好吴月娘的一举一动 他经常啊 就拿出点银钱来 手势来 赏给这玉霄和小玉 这二位呀 就是他安插在吴月娘身边 两个特务间谍 就穿倒方子那号的 这一回用上了 哎 你们两个不要瞒我 昨天那一小妇人 她是何人呢 丫鬟小玉连忙禀报 大爷呀 那个小媳妇啊 她是家丁来往的媳妇 啊 不对吧 来往媳妇我认识啊 又粗又笨 丑得出奇呀 而且听说还还还得了病了 对呀 大爷 来往原来的媳妇得劳病啊 已经死了 后来我家大奶奶又花钱呢 帮来往啊 又续的闲 啊 仔细的 讲一讲 欲消小玉 知道内情啊 汤汤汤把这事一说 西门庆越听是越美呀 闹了半天 昨天晚上她乡中的那个小媳妇 姓宋 名叫宋金莲 乃是卖棺材的宋人的闺女 一开始啊 这宋金莲被卖了 卖在了菜通判家里头 当这个使魂丫头 后来因为呀 出了点不干净的事 被人家给赶出来了 就嫁给了大厨师 叫做蒋葱 因为蒋葱这厨艺很精湛呢 西门庆家里头 有什么大事小情的 经常请这蒋葱过来 给做饭 家丁来望呢 可就有机会 往这个蒋葱家里头跑了 主人什么样 这奴才就什么样 上梁不正是下梁歪呀 就这来望啊 死随西门庆 倒在厨师蒋葱家里头 一瞧 哎呦 蒋葱这媳妇宋金莲 长得怎么这么妖艳呢 在眉宇之间 带着一种狐媚气 嗯 我得抓紧时间 我得快活呀 像这种女人花点钱 就可能上手 这来望啊 就下了功夫了 今天买点首饰 明天送包银子 没来眼去是勾勾搭搭 可就跟着送金莲 整一被窝去了 大厨师蒋葱呢 哎当了王八了还不知道呢 还乐乐呵呵的给人家做饭 做这个甲鱼汤呢 忽然有一天呢 大厨师蒋葱出了事了 因为跟别人合伙 去炒菜去 结果这工钱下来之后 两个人呢 分不均了 最后嗷嗷怪叫 就动了菜刀了 蒋葱动作慢了一点 让对方咔嚓这一刀 把脑袋给批为两半 当时一命而亡啊 那么蒋葱的媳妇 就是这送金莲 可就傻眼了 哭哭啼啼就跟来望说 让他呀 从中帮忙 来望啊 还真是卖力气 上上下下就跑这关系 最后把杀人的那厨师 就给抓起来 送到县衙门 是问成了死罪 算是给蒋葱啊 报了仇了 那么蒋葱的媳妇 这送金莲呢 就成了真真正正的 小寡妇 有道是寡妇门前 是非多呀 何况有这来望 早就跟他有染了呢 两个人呢 名铺叶盖 可就如胶似漆 分不开了 来望找到了吴岳娘 就求他 说大奶奶 您就帮帮忙 行行好吧 反正我媳妇 也是得劳病 也是死了 我这么大小伙子 打光棍受得了吗 我得续闲呢 吴岳娘一考察呀 这送金莲 确实长得挺漂亮 而且干活有眼力见 嗯好吧 这个人啊 咱们家收了 在厨下当个老妈子 我呢 赏给你五两银子 再给点钱呢 买上几套衣服 你就迎娶吧 您说这大奶奶 多仁慈啊 来望是千恩万谢呀 领了赏钱下去 把这送金莲 可就取过来了 吴岳娘一琢磨 送金莲 她叫金莲 还有个潘金莲呢 也叫金莲 这主谱二人 崇明可不太合适 干脆 让这当奴才的改名吧 所以给他改名 叫做惠莲 加上姓呢 就是送惠莲 这小娘们刚来的时候 稳稳当当 头三脚难踢嘛 等过去一些日子呀 可就陷了原形了 因为他生性风流啊 身量不高不矮 这模样是不短不长 性聪明 善畸变 还会化妆 那可以称得上 是朝汉子的班头 会加封的领袖 闲着没事 他就倒着呀 就连干活的时候 都是花枝招展的 要不然那天晚上 西门庆看见他 为什么一眼就相中了呢 倒着的好 等丫鬟小玉和玉霄 把这些情况啊 讲明白了 西门庆一摆手 你们退下吧 自己坐在屋里头 可就琢磨开了 嘿嘿 我西门庆啊 走过南闯过北 什么样的女人 都逃不了我的嘴 可是我手下的这个家丁的媳妇 我还没尝过呢 嗯 这就用上那句话了 叫做妻不如妾 妾不如妾 妾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着 干脆 我就当再尝尝山珍 再尝尝海味 哎 把这个宋慧莲就是来望媳妇 我得着吧 嗯 要想办这个事啊 来望在家里头 他是太碍眼了 干脆我找一趟差事 远远的把他打发出去 给我留下这个作案的时间呢 第二天 这西门庆就把来望给找来了 掏出来一包银子 是文银五百两 往前这么一地 呃 来望啊 你先把这钱收着 来望一看 哎哟 白花花的银子 心说这是干嘛的呀 这是 他还没猜着呢 这就是要办他媳妇的 西门庆乐乐呵呵的 来望啊 你是一个能干的人 我非常的器重你啊 现在有一趟美差 就是赶奔杭州 要替这个蔡京蔡太师啊 制造庆贺生辰的锦绣 蟒袍 另外呢 还得帮这蔡太师 做上一批 家中常穿的四季衣衫 旁人跑这趟差事 我不放心 只有你经得多 见得广啊 到那能买来真东西 你呀 辛苦一趟 哎 到在杭州 多则也就是半年左右 你就回来了 啊 走上一遭吧 来望一听啊 可乐坏了 这是肥柴呀 又能公款旅游 又能够得点洋浪 哎呀 有福之人 不用忙啊 好 马上就要当王吧了 他还美呢 千恩万谢呀 拎着这五百两银子 可就登城上路了 家里头这西门庆 一天到晚的就憋生劲了 哎 就要调戏这个来望的媳妇 那天天惦记着 那肯定能惦记得上个 这一天呢 西门庆有点外头回来 来望的媳妇 也就是这宋慧莲 有点里边出去 正在二门这门口啊 两人一挫肩 西门庆一瞧 左右没有旁人啊 他色胆就包了天了 上前一伸手 哎 就把这慧莲的脖子 就给搂住了 先亲了几个嘴 嘴里头压低了声音 我的小乖乖 你要是依了我 这头面衣服 随你挑随你用 说完了 西门庆仔细的观察 就见来望媳妇啊 一声都没坑 那表情也看不出来是高兴 还是伤感 一伸手推开了西门庆啊 登登登登登的 一劲望前就走了 嘿 这小娘们到底什么意思 愿意不愿意呢 嗯 我须当如此这般呢 等倒在了上方屋 这西门庆把玉霄给叫来了 你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给我办去 咱没说 玉霄和小玉 这都是西门庆的心腹了 所以办事 西门庆相当的放心 这玉霄呢 就捧了一匹蓝段子 倒在了来望家 把这玩意儿交给来望媳妇 慧莲呢 老爷看你穿着一身红袄 配着紫裙子 他说是怪模怪样的 不好看 才拿了这匹段子 让我送给你 叫你呀 做裙子穿吧 这宋慧莲打开了一看 原来是一匹脆蓝的四季团花 喜相逢的段子 这玩意儿可值了钱了 哎呀 我是无功受禄 寝食难安呢 玉霄微微一笑 你呀 尽管收下 以后还有更好的事呢 这分明就是拉皮条的 转身就出去了 这宋慧莲是什么人呢 那也是酒贯风月的老手了 他马上就动手啊 刷刷刷 自己才自己剪自己缝 这裙子可就做成了 这蓝段裙这么一穿呢 更显得疯姿妩媚了 过了没两天 这丫鬟玉霄又来了 要慧莲呢 人配衣马配鞍呢 西湖景是配羊片 你看你穿上这蓝裙子 多漂亮 哎呦 多谢玉霄姐姐了 你就别这么客气了 咱们老爷呀 听说你穿上了新裙子 他猜想着一定很好看 想要看看你这裙子 你看如何呀 嗯 宋慧莲用上牙咬着下嘴唇 玉霄姐姐 老爷要看我的蓝裙子 但不知到哪里去给他看呢 玉霄 微微微一笑 咱们家里头人可太多了 要是倒在上方屋 或者倒在院子里头啊 那诸多不便 人多了嘴砸 还指不定说出什么歪歪腔来呢 所以老爷选了个好地方 要看你的裙子 呀 但不知是什么好地方呢 大丫鬟欲销可就乐了 惠莲呢 老爷选的这个好地方啊 就是咱们后花园当中 那个大大的山洞 这西门庆 花花肠子可太多了 那么多的娇妻美妾 他呀 还是感觉不够 愣是要勾引这个来往的媳妇 上打下 那是不费辣 何况有一个好帮手呢 就是大丫鬟叫玉霄 这玉霄啊 找到宋慧莲就说了 说你穿上这个蓝段子的裙子 非常的漂亮 咱家老爷想要看一看 宋慧莲什么人呢 一听可就明白了 一琢磨 这女人这一辈子靠什么呀 就靠这如花似玉的美貌 跟老财是傍大款 认干爹 这都是发家致富的好买卖呀 在这个府里头 谁是老大呀 就得说是西门庆呗 既然他主动要勾引我 这可是房巴掉馅饼的好事啊 吃亏不多 占便宜可不少啊 错过这村就没这个店 您看了吗 专门有这么一种女人 就是这种心态 她跟随着这玉霄丫鬟呢 就出来了 直奔后花园 玉霄在花园门口这一站 用手往里头一指 惠莲嫂子 您就到那甲山洞里边去吧 咱家老爷就在那 看你这个漂亮的裙子 哎哎哎 我知道了 一扭一扭可就过去了 那么玉霄丫鬟呢 就站在外边给放风 咱们单说这宋惠莲呢 来到了甲山洞里头 一看这里头可挺黑呀 探头缩脑正穴闷呢 游得旁边啊 蹭出了一位 游得身背后伸双手 把他就给搂住了 哎呦 搂得这紧劲啊 您就别提了 宋惠莲赶紧问一声 呀您是 嘿嘿嘿嘿 惠莲 我是西门清啊 哎呦 宋惠莲 可听出来了 正是本宅的主人呢 呀老爷 您不是要看我的裙子吗 哎 这黑灯瞎火的 想看也看不见呢 干脆咱们换一种模式 改成我摸你的裙子吧 这臭不要脸的 伸手往里头就滑了 呀老爷 您不是摸裙子吗 怎么往里边摸呀 哎哎哎哎对对对呀 这这这摸裙子 怎么摸到里边来了 哎呀 这这这 不过说实话 在里边 这一摸呀 比摸裙子 那那那可有意思多了 西门清说着话 可就上了手了 这宋慧莲 当然就不抗拒了 哎 百般的迎合 这一对狗男女 在这假山洞里头 可就成了好事了 压下他们暂且不提 单说这潘金莲 他呀 正跟这个孟玉楼和李平儿啊 在房子里头下棋呢 可是吓着吓着潘金莲啊 就感觉肉跳心惊 哎呀 这这 这怎么有点心电感应呢 是谁背后念叨我呢 想到这潘金莲站起来了 姐姐妹妹 我感觉一阵的困倦 我看今天这棋呀 就结束吧 孟玉楼点了点头 转身呢 回自己房间了 李平儿呢 就吩咐丫鬟呢 收拾这棋具 潘金莲游打房中出来了 书中代言 下棋这地方啊 这是李平儿的房间 那么潘金莲游打这 奔自己房间去 刚好要路过这后花园 倒在花园门这 嗯 潘金莲就发现 这玉霄丫鬟在这待着呢 左瞧瞧右看看 贼没熟眼的 潘金莲那是什么人呢 明察求好啊 哎哟 玉霄这丫头 这是干什么呢 怎么那么像忘风的呢 他呀 伸着脖子 往这门洞里边瞧 一看有一座假山 假山呢 有一个山洞 黑咚咚的 旁边有茂林修竹 掩映着 嗯 明中有神 暗中有鬼呀 我发现这竹子叶 刷刷的直晃动 似乎这假山洞里头 还飘出了一种骚气 不行 我呀 得仔细瞧瞧 想到这潘金莲脉步 奔这后花园可就来了 刚到门这地方 就被玉霄丫头就给拦住了 呀 五娘啊 您 您要干嘛去 我呀 想到后花园那山洞里头 我溜达溜达 哎 五娘 那可去不得 里边黑咚咚的 恐怕把您吓着 是吗 我天生的就是胆大呀 赶紧给我闪退一旁 我非得进去不可 玉霄一看 哎呀 想要拦 可是拦不住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 压低了声音 五娘啊 您可不知道 我家老爷 在那山洞里头 有够的 光棍一点就透 眼子棒打不回 玉霄就这么两句话 潘金莲就全明白了 是啊 要没够的 我还不看呢 这女人用手猛的 这么一扒了 就把玉霄丫头 给扒了一边去了 蹭蹭蹭蹭 几步是直奔山洞 这要是冲进去 那得撞个正着 玉霄丫头可急坏了 冲着里边就喊呢 老爷 五娘来了 她要到山洞里头 去耍耍 潘金莲一听 她更明白了 脚底下更加紧了 蹭蹭蹭蹭 奔山洞可就来了 刚到在洞口这 要往里头钻 还没往里头钻呢 突然之间 有打里头望 蹭 窜出一玩意儿的 两条腿的 什么东西啊 正是来往的媳妇 那宋慧莲 头发散乱 脸色飞红呢 两只手提着裙子 刷就出来了 哎哟 把潘金莲吓了一跳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呢 宋慧莲真会找词啊 我 我看见了一只鸟 飞到山洞里头了 我 我抓鸟去了 说完了一低头 扭扭扭扭扭 跑没影儿呢 哎哟 这潘金莲 可就听明白了 啊 这里头有鸟 那我看看吧 这鸟到底是什么模样 它往山洞里头就摸呀 这山洞里头虽然是黑 但也不是说伸手不见五指 只不过是光线朦胧 他一眼就看见了 有个大男人呢 正在那提裤子呢 慌慌张张是丑太百出啊 一眼看明白了 哎 正是大官人西门庆 呀 官人呢 是方才 那个小贱货叫宋慧莲的 他说他到山洞里头来抓鸟来 莫不是你就是那只鸟吗 西门庆一听啊 直咧嘴 一边提裤子 一边瞎对付 不不不 我怎么能是那只鸟呢 你仔细瞧瞧我哪一点长得像鸟啊 这潘金莲可得理不让人喽 呀呀 呀呀 扑 有道是捉贼要脏 捉奸要霜啊 你今天干这好事 已经被我给堵上了 你还不承认吗 我说官人呢 你有六房七切 哪一个不比那宋慧莲的抢百套啊 你为什么吃着碗里头的 看着锅里头的 非要干出这种下贱的事情来呢 哎哎 这 哈哈哈哈 您说这玩意儿让西门庆怎么回答 就说我是肿驴式的先生 我就是吃一看二眼观三 我长这么大了 还没跟这个仆人的媳妇扯过用不着的呢 我扯扯我尝尝鲜 体验体验生活 这话让他怎么说呀 对不对 什么就对不对呀 要观人呢 你也别找不着辙了 你就实话实说 跟这个剑辈 你们是第几回了 我第几回 哎呀 金莲呢 实话跟你说了吧 归了包堆 这才是第一回呀 啊 就让你给抓住了 啊 呸 像你们这种男人呢 只要是抓住 肯定是第一回 你呀 要是不好好的交代 我一定给你张扬出去 别别别别别别 嗨 家仇不可外扬 虽然说啊 我跟这宋慧莲干的这是好事 乃是人间之奇趣 可是旁人他们理解不了啊 你一说 别人还以为我这是耍流氓的 不好 不好啊 金莲 只要是你不给我说出去 我呢 就以后就得多多的疼你 你说怎么样啊 这潘金莲眼珠一转 嗯 那么说还差不多 那你马上跟我 哎 到我房间吧 今天就睡我那儿了 哎哎 行行行行行行 好嘛 这西门庆啊 还忙不过来了 当夜晚间呢 就在潘金莲的房中 过了夜了 这潘金莲是何等的阴险呢 他一琢磨 如果说自己非得望外张扬 或者说找吴岳娘去告状去 那么玉石俱焚 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如果说利用这个事 表面上啊 帮助西门庆偷女人 实际上呢 要挟西门庆对自己好 那么得到的便宜 肯定不是一点半点啊 因此上 这潘金莲啊 不但不拦着 还在暗中帮忙 有时候帮这西门庆啊 望望风 有时候呢 把房间腾出来 供这个西门庆和宋慧莲使用 这么一来 西门庆可得喽了 那真是吃了一个高满豪评啊 宋慧莲呢 自从和西门庆私通之后 也是得了不少的实惠 西门庆大方啊 没事给他买衣服 买首饰 买香茶 甚至说大包小包的银子 就直接给呀 全是干货 另外呢 把他这工作呀 还给调整了 找一个轻生的 有便宜的 让他倒在厨房里头 帮着做饭 可不是刷锅洗碗 卖苦力气 就只负责吴月娘的饮食 那工作多轻生啊 这回呀 宋慧莲可是没透了 一琢磨 这活干得值啊 这活 就是伺候西门庆一个人 就发了大财了 可比上那妓院里头卖去 实惠的太多了 难怪旁人老说那么两句话 说是男人有钱就学坏 这女人学坏就有钱 他我这个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像这种女人呢 他不懂得低调 一有了钱了 有了好衣服了 他是又讲究吃 又讲究穿 平时啊 还搔手弄姿 倍感优越 以前呢 都是跟一些丫鬟婆子一块玩 现在不了 感觉自己这身份地位上来了 啊 这就专门找梦玉楼 找潘金莲 李平儿这些人呢 一起玩耍 也下棋呀 是也斗指牌 这就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了 有那么句话 叫做直里包不住火 血里头埋不住死孩子 像他这种风骚劲 那用不了多长时间 这点奥秘 可就得传出去呀 因此上 和府上下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那宋慧莲也美的话 经常就是偷偷摸摸 把这西门庆伺候的 是倍儿爽倍儿爽的 光阴如箭 岁月穿梭呀 眨眼之间半年多就过去了 已经过了春节了 过了正月十五了 这时候家里头回了一人 谁呀 正是宋慧娘那个王八头的夫君 来腕 咱没说吗 这来腕接了一趟肥柴 就是到在杭州去制造蔡太师的生辰衣衫 西门庆给他拿了五百两银子 实际上这小子呀 贪污了就得二百多两 要说这来腕也不是好东西 在这个西门庆府里头 他也不老实 跟谁有点沾染呢 就是西门庆的第四房小妾 叫孙学娥 您看了吗 西门庆给这来腕戴绿帽子 这来腕反过来呀 还想给西门庆也戴顶绿帽子 他在江南买了很多的好东西 有绫罗绸缎 有金银首饰 这些玩意儿给谁的 就是孝敬这孙学娥的 书说简短回来了 旁处都没去 自溜 就钻进了孙学娥的这房子 孙学娥一看 呀 来吧 你怎么回来了 四奶奶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咯 打开这包裹呀 望前一地 这孙学娥一瞧 有两方零汉金 两只装花的西裤 四匣子杭州粉 还有二十个胭脂 嘿嘿嘿 四奶奶 这就叫千里送鹅毛 理清情义重呢 孙学娥长这么大 没有人呢 真正爱过她 可这回一看这些小礼物 她浑身呢 特别的舒坦 找到一种被宠爱的感觉 过来就把来望给抱住了 先打了一顿case 而后拉着来望啊 就坐到那了 孙学娥一琢磨 人家给我带来这么多礼物 我还点什么呢 干脆 我呀 还给她一些有用的信息就得了 想到这儿 她一掐这来望的大腿根 我说来望啊 你摸摸自己脑袋 我摸这圆咕隆咚这玩意儿 干嘛呀 你摸摸上边有没有帽子 这不戴着呢吗 你摸摸什么颜色的 这不黄土色的吗 不对 不对呀 你这帽子是绿色的 四奶奶 您这话我听不明白呀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媳妇宋慧娘啊 跟咱们家大爷西门庆好上了 名铺叶盖呀 还有那个小婊子叫潘金莲的 给他们还帮忙 不是给疼地方啊 就是给望风 你说你这帽子能不虑吗 哎呀 来望一听可就不高兴了 可是眼珠子转了转 我说四奶奶 您说这话有根据吗 没有根据我能说吗 你回到自己房间里头去 把你们家柜子你打开了 你看看里边都是什么东西 有首饰 有花翠 有银钱 大包小包的 无奇带数啊 那是哪来的 哎 就是你媳妇给你戴绿帽子换来的 哎呀 四奶奶 男子汉大丈夫 不能忍这种窝囊气啊 哎 你你你先休息啊 我先不陪你了 我回去我搜一搜 转身他出来了 腾腾腾几步回到自己的房间 来望呢 还多长了个心眼 哎 一开始没提这事 就是跟这个宋慧莲呢 先寒暄几句 然后说自己肚子饿了赶紧整饭吃吧 一边吃啊 一边喝酒 您看这来望 除了好色以外呀 他还贪酒 这就叫做从来酒色不分家呀 喝这点猫尿 三下五出二 还就喝多了 头晕目悬的 哎 哎 我说慧莲呢 咱们两口子 这大半年没见面了 说实话 你 你想我不想 要当家的 小别胜心婚 我怎么能 不想呢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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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回来了 你也不跟我拥抱 也不跟我接吻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自己在家里头 早就吃得饱饱的了 你不饿呀 这来望说这话呀 他是怒目 冤争 这来望 灌了点 惯了点黄汤猫尿 当时头晕目悬 就跟他媳妇宋慧莲呢 是横眉立目的 指责他媳妇 为什么 不热情一点 不拥抱 不拥抱 不亲嘴 他说着话 晃晃悠悠 奔柜子 还去了 咯咚一声 把柜子打开了 望里头一瞧 哎呀 秋后的螃蟹 这是顶盖肥呀 金银也多了 首饰也多了 啊 这还有蓝段子 花样奇异 哪来的 哎 说 谁给你的 呀 你这个男人 可真不讲理 你不能养着我 不能给我 许多的钱财首饰 我自己 起早贪黑的干活 挣了这么点玩意儿 你还看着眼红了 啊 你个臭养汉老婆 还跟我装啊 你跟西门庆那个 猪狗不如乱伦的货 到底整了几回了 你不承认也没有用 早就有人看见了 那个玉霄那黄毛丫头 还给你们放风 那个贼淫妇叫潘金莲 还给你们腾地方 还帮忙 哎呀呀 我也是堂堂的七尺汉子 啊 我这脸望哪儿歌 呀 你 你还有脸吗 除了回家 跟你老婆发横 你还能干得了什么 再者说了 我宋慧莲 欲结冰青啊 小沙滩上走路 一步俩脚印 我压根就没有那个买卖 哎呀 你还不承认 我打死你吧 借着酒劲就这么一拳 把宋慧莲给打的呀 登登登 倒退几步 哭通 就摔到床上了 这女人挖一声可就哭出来了 这女人挖一声可就哭出来了 来往还不依不饶呢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还能不清楚吗 你就是千人其万人压的贱母狗 想当初你还是当闭人员 就不守真操啊 后来到了这个蔡同盼家里头去当丫鬟 你跟那蔡同盼你都扯什么了 让人家媳妇给发现了 把你轰出来 你嫁给了那个大厨师 叫什么蒋葱 你也是没老师 那我不就去了吗 三勾引两勾引 你就跟我就上了床了 现在呢 你又跟西门庆扯上了 你这种贱母狗啊 就是逮谁给谁 戴绿帽子 我饶不了你 您看了吗 这来往啊 就是这么不说理 自己是一块贱货 他不说 非得指责旁人 不行 我今天我还得打你 打不死你 我不算完 借着酒劲晃晃悠悠 又扑上来了 这宋慧莲往旁边一闪身 拿枕头这么一轮呢 去你的吧 这枕头啊 轮到他怀里头了 撞到他 蹬蹬蹬倒退几步 一扭身 也倒在床上了 抱着这枕头啊 想起可就起不来了 喝得太多了 不大一会儿鼻息如雷 就进入了梦乡 睡了没有 片刻一翻身 还出了酒了 吐了这一床啊 宋慧莲捏着鼻子 这怎么整呢 屋里头没法待人了 赶紧帮他打扫 给他拿被子又盖上 而后啊 宋慧莲躲到外间屋 就忍了这么一宿 单说到了第二天 来望清醒过来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这太阳穴还是呸呸直蹦 怎么这么疼啊 一琢磨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都干了些什么呀 哎呀 有点断片 还想不起来了 哎呀 不好 我大概急跟这个宋慧莲发了火了 他跟西门庆这事我说没说 最好是没提 要不然准得惹祸 这喝酒是耽误事 老灌着猫尿干什么 他也是后悔不迭 这时候宋慧莲进来了 说实话 这慧莲对他还是有一定的感情 又是端茶又是倒水 伺候他 来往也是深受感动 家鸡打死团团转 野鸡不打是满天飞 我说媳妇 你多担待着 我灌了猫尿就不是人了 以后一定改 这事胡了八秃就过去了 可有那么句话 叫做狗改不了吃屎 这来往不是喜欢灌黄塘猫尿吗 他忍不了两天 接茬还得找地方灌去 这一天 跟自己几个狐朋狗友在外头喝酒 一下可就喝多了 这智商立马就清了灵了 当时跟这帮人就吵吵 我现在来往我 我当了王伴了 你们瞧瞧 我这脑袋都绿了 这脖子也是肥脆色 那个猪狗不如的西门庆 他把我媳妇给整他被窝去了 男子汉大丈夫 我得要脸呢 我呀 等着我 等哪天撞到我手里头 我就拿把刀子 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把这西门庆捅六个窟窿 还有那个小娘们 见了货叫潘金莲 哎呀 他还从中帮忙 是个窝主 我顺便把他也得宰了 那潘金莲啊 窝窝头踩一脚 他不是好饼 麻袋片做大衣 他不是好料 三分钱买碗兔子血 贵贱不说 他不是个东西呀 他来路就不明 他前面有一个前夫 叫武德郎 怎么死的 就是让他拿毒药给灌死的 哎呀 手段残忍呢 我真要把他们都给宰了 我还算立功了 还算替武德郎报仇了 嗷嗷的就这么喊 旁人就劝他呀 你低点是低点是 哎不行啊 我有理 我为什么低声呢 就忘了那句话了 大路上说话 草科有人听 屋里头说话 门外有人听 他在这饭馆子里头 这么一抄抄 刚好有的门外呀 又进了一个要吃饭的 谁呢 也是西门庆的一个家丁 名叫莱星 这莱星呢 一耳朵可就听见了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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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也不敢吃饭了 有的这饭馆里头退出来 找到无人之处 暗暗的思想啊 闹了半天 这莱星跟来往啊 还有仇 以前呢 这莱星有一份肥柴 就是负责采买 西门庆家里头 吃的喝的 都是他采购 这里头油水大呀 莱星赚了一个 勾满豪平 可是后来 莱万占了他的位置了 这是西门庆啊 给换的位置 那么所有的好处 莱星就得不着了 他恨西门庆 他不敢 但是恨这莱万 他可敢呢 早就惦记着呢 什么时候你放到我手里头 我捅你一刀子就清不了 今天一琢磨 哎呀 这大好的机会来了 这个莱万 酒后狂言 就这些词 我告诉了西门庆 恐怕你脑袋都得搬家呀 对 走着 奔着西门庆 这府里头可就来了 又一琢磨 我直接跟大爷说 不太合适 嗯 我呀 找吴奶奶去吧 吴奶奶呀 就是潘金莲 这时候 潘金莲和梦玉楼 正在房里头啊 一起坐着聊天的 这莱星 这莱星仙帘子可就进来了 金莲一瞧 莱星这脸色不太好看 就知道有事 呀 莱星啊 你怎么来了 呃呃呃呃 呃呃呃 吴奶奶 我我这 我这我这 他这嘴里头 一边打嘟呐 一边就瞧这梦玉楼 潘金莲 微微一笑 莱星啊 有话 你就说吧 这四奶奶跟我呀 如同姐妹 没有背着她的事 哎哎哎 那那那我就 就禀报一回 就是那个莱旺啊 他他他酒后土狂言 说要杀我家大爷 呃 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另外呢 还要把您也给杀了 说您呢 是一个 这词我还不太好说 潘金莲一瞪眼睛 照实说 是是是 说您是个贼贱妇贱母狗 您谋害亲夫 用毒药把武德郎给毒死了 清河县是近人皆知 他要是把您也给杀了 他就算是替天行道 做了好事了 哎呀 潘金莲可气坏了 柳梅倒树兴掩冤翻 这话你是听谁说的 哎呀哭通 这来星跪到地上了 吴奶奶 这话我敢胡说八道吗 我是亲耳朵所听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把这情形就描述了一遍 潘金莲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你去吧 告退告退 这来星告完了密 乐呵呵他撤了 一旁边梦玉楼都傻了 就问这个潘金莲 妹子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呀 还不是 咱们那位官人 做出了不才之事啊 跟那个来往的媳妇 勾打成奸 肯定啊 被人家发现了 这才出了这么个 岔头 梦玉楼一听 还真有这种事啊 我听他们风言风语的 我还不相信呢 哎呀 姐姐呀 现在这社会 他就没有谣言 空谷川声 虚唐西听 或由恶迹 扶原善庆 从来都是 无风 不起浪头 哎呀 这梦玉楼 更发愁了 站起来身形 在屋里头 来来回回 溜达了好几趟 妹子 今天来星说这话 非同小可呀 你千千万万 得保密 不能跟咱家 官人去说呀 要不然非得出人命不可 姐姐 你放心吧 我心里头有数 这梦玉楼 坠坠不安呢 回自己房间去了 潘金莲 心里头有数 有什么数啊 就是非得告密不可呀 这天晚上 西门庆就到他屋里头 来睡觉来了 一看这潘金莲 怎么哭了 两只眼睛肿得跟大桃似的 金莲 你怎么如此的伤悲呢 呀 官人 你我二人 这命在旦夕 我能不哭吗 你这话说的我不明白呀 咱们两口子 不是活蹦乱跳的吗 是啊 现在是活蹦乱跳的 可是到了明天 有人拿着刀子 扑扑扑 给你捅撒窟窿 给我也沾六个眼 咱们俩还活得了吗 啊 金莲 你这话中有话呀 有什么事说出来 我给你做主 呀 我的官人呢 是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这潘金莲 天枝佳叶 天油 佳醋 就把来星说这事啊 禀报了一回 本来他不夸张 不演绎 就够瞧的了 这在一家佐料 西门庆能受得了吗 啊 这话可是真的 不信您就问来星去 哎呀 这个来望啊 我跟他媳妇 鼓掏点什么猫腻 他还想管一管 哪有这种道理呀 就不知道 尽一个奴才的本分 哎呀 可恨 可恨 潘金莲 鼻刺这么一呼啥 哼 他可恨呢 还有比这 更严重的环节 啊 这来望 还有什么事啊 就是他呀 反过来给您 也戴上绿帽子了 西门庆一摸这脑袋 心说我这脑袋 绿好几回了 怎么还让来望 又给加了一回班 你说说 是什么人 跟他私通 关人呢 这话你别问我 你就问那个丫鬟 叫小玉去 他比我还清楚 这西门庆啊 真发火了 这一晚上也没睡好觉 第二天起来之后 首先找人 把这家丁叫来星 给叫来了 跪在了自己面前 西门庆用手一指 来星啊 你实话实说 那来望 在酒饭茶寺 是怎么扬言 要杀我的 说一遍 要有一个字 不使我打断你的双腿 老爷 我不敢瞎说呀 他说 他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 又如实的禀报了一回 好吧 这话不要对别人说了 下去吧 我自由道理 把来星 把来星打发走了 回过头来 又把丫鬟小玉 给叫来了 就问他 小玉 你说说 来望那个臭小子 到底跟谁有染 我这帽子 是怎么绿的 小玉一听啊 就不敢隐瞒了 因为来望 和孙学娥这个事 很多人都知道 还是那句话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尤其是破鞋烂袜子 这个事 大伙是最容易传呢 呀 老爷呀 有一回呀 我看见四奶奶 叫孙学娥 她跑到来望 那个屋里去了 那时候我知道 来望媳妇 肯定是不在家呀 过了有那么半个时辰 我又发现 这孙学娥 头发散乱 脸色飞红 一边系衣服 一边往外头走 那来望啊 趴在门口呢 还往外看呢 两只眼睛也是色眯眯的 因此上 我 我知道他们俩有事 你下去吧 不要跟旁人讲了 丫鬟出去了 这西门庆是大怒啊 当时把孙学娥就给找来了 还是老办法 让她扒光了衣服 跪在自己的面前 拎起这马鞭子 又开始施暴啊 劈球啪叉打的 劈开肉战是鲜血淋漓 幸亏吴月娘及时赶到 这才劝阻 要不然就出了人命了 但是死罪饶过 活罪是没免 把她的头面衣服都给收了 不让她当什么小妾了 你就到后边火房里头 你就粗手笨脚的干那活去吧 这就等于说是打入冷宫了 孙学娥哭哭啼啼 穿上轻衣粗布 到后边啊 就只管做饭了 这西门庆也是混蛋 你打了不用 用了不打呀 把这孙学娥鞭子抽的血淋淋的 而且还让人家去做饭去 那个饭你还敢吃吗 他呀就没想那么多 那么后来出事没出事呢 咱们还有另笔交代 单说西门庆 眼珠子鸡咯咕噜的直转呢 怎么收拾这个来腕呢 这手段轻不了 在收拾他之前呢 我还得找一找这宋慧莲 到底是怎么回事 悄悄的又把宋慧莲 找到自己屋里头来了 关上门就问 我的小乖乖 心甘小宝贝 怎么长得呀 那个来腕怎么还跟着 起开哄了 宋慧莲一听啊 脑袋嗡嗡直响 知道这事要玩大了 按照这个女人的本心呢 无非是跟西门庆啊 偷偷情过过瘾 最主要的是多挣俩钱 好改善生活啊 这也叫勤劳致富啊 他可不想把事情闹大 真要说把来往给造到里头 这事对谁都没有好处 因此上啊 他尽量的往源泉里头说 呀 老爷呀 这话您是听谁说的 竟瞎造谣啊 哎 你别管谁说的 你就说有没有这个事吧 老爷 您说 到底是谁说的 您呢 说嘛 这宋慧莲呢 往西门庆怀里头一抱 拿他这肩膀头子 胯骨轴子 一个劲的就蹭 把西门庆给蹭的呀 心里头只痒痒 哎呀 你先别蹭 别蹭 不 您说说 是谁告的命 胡说八道的 哎呀 也不是外人 是来星那个小子 好嘛 一句话 把来星给卖了 宋慧莲眼珠一转 心说好啊 来星 我跟你有何冤何仇啊 想祸害我们家老爷们 你不是祸害他 你是祸害我呀 我们是一根神圣的俩蚂蚱 这宋慧莲暗咬银牙 才要禁言献媚 这西门庆找到宋慧莲 就告诉他 要惩罚这来蚂 非得整得他有毛没皮的 宋慧莲一听 这哪行呢 毕竟说是自己老爷们 主心骨啊 他这就开始啊 撒娇献媚 望这个西门庆怀里头一钻 可就说了 老爷呀 过耳之言不可信呢 您听到的这些混账话 都是谁说的 全是来星那小子 跟你瞎巴巴的 但是这来星 跟我们家来蚂 他有仇啊 就因为我家来蚂 夺了他的买卖 把他采购那事啊 给顶了 所以这么长时间 一直是耿耿于心 说不准呢 他就是编霸造魔 使用一个拖刀剂 借您的手给他报仇啊 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呢 西门庆眯封着眼睛就琢磨 人心叵测 这玩意儿啊 也背不住 那么惠莲 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老爷呀 依我说 应该想一个万全之策 您看我家来蚂 也是挺能干的 您不如啊 给他再派一趟差事 远远的支走了 那么奴家我呢 好好的陪着您 来蚂也不受冤 我心情也好 您当然也就舒服了 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呢 小乖乖 你真是个粉人啊 我听你的 就这么办了 这不最近要派一趟长差吗 就是赶奔东京汴梁开封府 去见蔡太使 我呀 让这来蚂带上一千两银子 到那该怎么打点 怎么打点 这可是肥差呀 呀 多谢老爷了 您可真是我的贴心人啊 呸呸呸 又亲上嘴了 西门庆还挺美呢 这宋慧莲抓紧机会又问他呀 老爷 上回您可说了 要给我买一件值钱的首饰 但不知什么时候兑现呢 哎呀 快快快 马上就办 您看这娘们 他真会寻找商机呀 滴水都不漏 书说简短 这就到了第二天了 西门庆往大厅上他一坐 来呀 把来腕纳斯给我叫来 来腕啊 过来了 以为西门庆要发火呢 可是一看 满面春光 呃 腕啊 你赶紧收拾收拾衣服和行李 等到明天呢 就是三月二十八了 你马上就启程啊 带着一千两文银 到在东京汴梁 去寻找蔡太师托人情 呃 一些具体的事项呢 我给你写到书信里头 你感觉怎么样啊 哎呦 这来腕一听啊 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 心说啊 这趟差事 那比上回到杭州还要肥呀 哎呀 看起来有福之人不用忙 无福之人跑断肠啊 当下心中大喜 跪到地上邦邦的磕头 可就应诺下来了 回房之后 稀了哗啦的就收拾行李 可是这种事啊 他没有不透风的墙 就让来星给听着了 一琢磨 哎呦 这来往怎么还摊上好事了 是不是那嗓娘们 叫宋慧莲从中作梗呢 哎这可不行 别让他翻露牌呀 这才急急忙忙去寻找潘金莲 啪啪啪 把这事就说了 潘金莲也听 哎呀 怎么还要出现反复呢 哎我调查研究一下吧 把他姑爷陈经济给叫来了 一扫听 真是这么回事 因为陈经济呀 是大管家 什么事都瞒不了他 潘金莲暗咬银牙呀 行了 我呀还得吹枕边风啊 到了晚上 见着西门庆了 哎就在被窝里头 跟他谈这事 您看这种女人呢 有一个主要的办公场所 那就是被窝里头 旁的时候说话 可能啊不好使 可一到被窝 那说什么是什么 千交百媚万种风流 就劝这西门庆 您可不要错打了主意呀 画龙画虎 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个来腕 既然扬言要杀你要宰我 那么他心里头肯定是想过 你又白白的给他一千两银子 又派这么一趟肥差 他的小翅膀啊 是越长越硬 真要是被他逮着机会 咱们俩这小命 可真就保不住了 您呢 一定是听了宋慧莲的话了 哎 我都不用问 一猜就能猜着 那小娘们 毒蛇的心肠啊 您可是要小心 哎呀 这西门庆耳朵根子也软呢 金莲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官人呢 有道是 量小非君子 无毒不丈夫 当断不断 可必受其乱 你得收回成命 还得收拾这来望啊 哎呀 这没有好主意了 您呢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这潘金莲 嘚嘚嘚嘚 把这损主意 又给整出来了 这下子 西门庆又变卦了 到了第二天 来望啊 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 就等着 接通知 到东京 去出差去呢 没想到 西门庆又找他 到大厅要训话 他兴冲冲来了 西门庆啊 满脸带笑 来望啊 你行李收拾的怎么样了 已经打好包了 赶紧 把那包啊 再拆开 你不用去了 来望一听 这脑袋嗡了一声 主人怎么又又又又 又出差头了 哎 因为我啊 昨天晚上一考虑呀 你现在出差太多了 刚从杭州回来 累得跟三孙子一样 再跑一趟东京 那腿不得跑细了我 所以我心疼你 让你呀 歇一歇 当然了 也不是说断了你的财路 我准备 我准备让你在咱们家门口做一个比较大的买卖 保证你是日进斗金 呃 当然了 这个买卖是什么项目 我还没想太好 你回去听信去吧 三言无语呀 就把这来望给打发了 自古误听主才 来望是个奴才 他敢放什么扁辟吗 虽然说心里头一万个不乐意 但是表面上呢 还得忍着 多谢 多谢主人的关照 多谢 多谢 心里头骂着娘 有的大厅里头就回来了 倒在房中啊 咚一脚 把桌子就踢飞了 哎呀 这西门庆的 真是猪狗不如乱伦的货 他出尔反尔 什么东西呀 喝酒 坐到那喝起闷酒来了 也没有好菜呀 有点花生米 有点咸菜疙瘩头 喝闷酒 酒入欢尝 酒入惆怅 不大会又喝多了 嗷嗷的直骂街 把这个西门庆的祖坟呢 都骂裂口了 这时候宋慧莲了 有点外头回来了 一听 哎呦 当家的念 你怎么不长点心呢 有道是 墙有缝 必有耳 喝了点猫尿 你就撒村 你不作死了 你是不算罢休啊 哎呀 不行 我跟他要拼命 你呀 先等一等 我再去探听一下消息 这宋慧莲呢 有的房子里头就出来了 找谁去呢 就找丫鬟叫玉霄 就跟玉霄说 现在我特别的想念大观人 无论如何 你传个信 我得会他一会 玉霄一琢磨 我就是干这活的 专业给他们俩拉皮条 那好吧 可是在什么地方约会呢 哎呀 宋慧莲也为难呢 现在这想情博日的 到哪儿都不合适 干脆 就到这个厨房的后墙后头吧 嗨 玉霄一听啊 这玩意儿偷星 还真是费劲 那么大的西门大观人 跑到厨房后头 那后墙根底下 约会情人 嗨 条件差点 那就忍忍吧 谁让他有这口蕾呢 这玉霄就找西门庆去了 那么宋慧莲呢 就在厨房后头 后墙根底下就蹲着 不大一会儿 西门庆也来了 跟他一块蹲着 玉霄给放风 这宋慧莲就埋怨西门庆 说大观人呢 您明天应该盖一个庙 立起来一个旗杆 挂上一块横扁呢 哦 我这个庙挂横扁 写什么字呢 您呢 就写三个大字 叫做谎神爷 您是撒谎的祖宗啊 怎么说了不算 算了不说呢 西门庆一听可就明白了 哎呀 小乖乖 你可不要怪我呀 我呀 是想让这来往过的更好一点 家门口让他开个买卖 那不比风餐露宿的强一百套吗 呀 大爷呀 那您就说说 让他在家门口开什么买卖 哎 开什么买卖 哎呀 西门庆啊 门口了 因为什么呢 他就是顺口胡咧咧 哎 说开一个买卖 具体开什么 他哪知道 哎 这 哎 对了 干脆让他在家门口啊 就开一个酒馆 你看 怎么样啊 来往媳妇的宋慧莲呢 眼珠转了转 心说开酒馆 可是挣钱呢 嗯 那好吧 我回去呀 就跟他说说 让他高兴高兴 接下来呀 就跟这西门庆 就扯了一阵子 然后解散 各自回房 宋慧莲回去 跟这来往一说 来往还挺高兴的 啊 认为自己马上就当大掌柜的了 这可是更肥的差事哦 西门庆回去了 就琢磨 哎呀 我这个被逼的是 胡说八道的 说让他开什么酒馆 哎呀 干脆 我呀 将计就计 就如此这般 这般 如此吧 他可就打下狠主意了 等回过头来 又派人呢 把来往给叫来了 来往进屋一瞧 哎呦 这桌子上头堆头马流的 全都是雪花白银呢 西门庆满脸带笑 哎呀 来往 这些银子呀 一共是六包 一包五十两 一共是文银三百两 这是我给你开酒馆的这个本钱 你放心 要是赔了钱呢 都是我西门庆赔 要是赚了钱呢 咱们俩二一天做五 你明白了吗 多谢主人 多谢主人 来往啊 感动的什么似的 匆匆忙忙把六包银子就提起来了 辞别了西门庆 回到自己房中 交给了宋慧莲 慧莲一看 把小嘴一撅 怎么样 你媳妇有本事吧 那个西门庆 对我呀 是言听计从 你看这六百两银子 也到家了 你这个大掌柜的 也当上了 哎呀 媳妇 你可真是了不起呀 以后我要是发了财 我还指不定怎么对你好呢 这宋慧莲就把六包银子收起来 锁在柜子当中 那来往呢 乐乐呵呵跑到外头去了 干嘛呀 他得组一个班子呀 找厨师 找酒保 找这个账房先生 马上就准备开业了 忙活了一大阵 这才回来 哎哟 可累死了 得喝点酒 节节乏啊 这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他一看宋慧莲也没在家呀 干脆自己动手抱 炒了俩菜 烫了几壶酒 做那样 滋啊 扎呀 一个人又喝起来了 喝了一会儿 迷迷糊糊的 哎 睡觉吧 光当 躺到床上 沉沉进入了梦乡 睡得熟熟的了 这宋慧莲还是没回来 忽然之间就听有人呢 谈他的窗户 当当当当当当 来往哥 来往哥 您快醒醒啊 嗯 这来往有点梦中惊醒 一听这声音 怎么那么熟悉呀 好像是孙雪娥的声音 啊 什么事啊 来往哥呀 你还傻了吧唧 在这睡觉呢 现在西门庆呢 又跟你媳妇扯上了 正扯得热乎呢 啊 这一对狗男女 他在什么地方胡来 他呀 就在这个后院呢 不是有那么一大片 牡丹花吗 现在花特别的茂盛 他们就在花丛里头 正胡扯呢 哎呀 这来往当王吧呀 当的不是那么顺心 当时怒火冲天呢 我非得找他们去 有的屋里头 揉 他就出来了 顺手还抄起了顶门杠子 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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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 正扔到来往的腿前边 这来往也没反应过来呀 特别啊 咣当 可就摔到那了 一撒手 蹭啦啦啦啦 顶门杠子也扔一边去了 哎呦 这下摔得够惨的 这门牙都掉了 哎呀哎呀哎呀 正在深吟呢 游的旁边揉揉揉揉 窗过来好几个人 别动别动 一把血量的钢刀压到他脖子上去了 给我捆上 哪来的贼呀 还想偷东西不成 不由分说呀 单三扣双三扣 哪扣不仅用脚蹬 来腕还喊呢 别别别别 我是来腕啊 我不是贼呀 来腕 哎呀 用上那句话了 这叫家贼男房啊 哎我们处理不了这事 你呀见大官人自己说去吧 把他呀有打地上给拎起来 绳子捆着呢 他也跑不了啊 人家拿杠子就砸他后腿肚子 走一步打一下 哎呀哎呀哎呀 这来往可懵喽 这玩意儿还指不定遭什么罪呢 这就来在了大厅 一看呢 西门庆在那坐着 这厅里头是灯火辉煌啊 旁边站着好几个家庭 一个个怒目横眉 好似阎王殿一般 这来往二话没说 哭通就跪下了 哎呀 主人哪 我可没干坏事啊 我睡醒一觉 看我媳妇不在房子里头 我就想找他 到后花园还没等寻找呢 一把椅子就把我绊倒了 我可没当贼呀 嘿嘿 这西门庆一阵的冷笑 看起来众生好度 人难度 来望啊 来望 你拍拍良心想一想 我西门庆哪一点对不起你 来望 你哪点对得起我呀 把我媳妇就当你媳妇那么用 当然了 你媳妇还我也当我媳妇那么用 这是心里头话 表面上可不敢说 主人 您对奴才 我是天高地厚之恩呢 哎呀 你还知道有恩呢 现在我都后悔了 还给了你三百两银子 让你开什么酒馆 如今我收回成命 银子我也要追回呀 来人呢 到他房子里头搜 把银子给我取回来 扎 是 去了俩家丁 倒在来望屋里头 把箱子柜打开了 六包银子提回来了 文银是三百两啊 望桌上这一百 西门庆吩咐一声 打开了 我瞧瞧 哗啦啦 六包银子都打开了 众人一看呢 都傻眼了 只有一包 是真家伙 雪花白银 剩下那五包啊 光泽全无 戏瞧瞧什么玩意儿 都是西千钉子 假货 西门庆恨的呀 牙根都痒痒 哈哇 我恨不能吃耳之肉 喝耳之血呀 明明是六包银子 怎么变了呢 嗯 来望也傻眼了 哎呀 主人呢 那我怎么知道啊 好好的银子 怎么变成了西千钉子了呢 嘿嘿 看起来不给你点好桥 你是不招啊 来呀 取过棍棒 把他给我当场 打死